第536章澄清 未厄的皇宫在晚霞中更显光灿 每一块石料都染着淡金光彩 宛若远古的神奇居所 中央天宫内正在举行一场婚礼 这么宏大的殿宇 金碧辉煌 无比壮阔 可是婚礼却是如此的简单 只有数人而已 一对新人自然是石浩与月蝉仙子 父母为石子凌 还有秦一宁 再加上一个一脸冷漠的兄弟秦浩 除此之外 仅有的两个客人便是彭九与湛王 事关重大 补天教的圣洁仙子与人成亲 如果传出去 估计会引起年轻一代发誓国 征讨这个魔头 月蝉名气太大 傲视而行 不沾红尘气 总是那么的超尘脱俗 在很多人心中不容亵渎 号称帝人坚毅仙子 除此之外 补天教自古不朽 实力强大 是来自上界的传承 他们的圣女从不允许嫁人 这是一个禁忌 外界无人知道 这个傍晚有人在打破禁忌 于皇宫中与世人眼中的 绝力仙子成亲 一败天地 二败高堂 湛王在这里当证婚人 至于彭九 则是负责各种杂项事件 比如准备晚宴酒水等 都是他亲自安排的 月蝉来自上界 据我所知 身份贵不可言 浩尔你要珍惜 莫要辜负 我觉得氛围贵妃不错 与之相服 秦一宁主妇 到了这一刻 婆媳二人还在战斗 我不承认这场婚礼 月蝉道 银白的下巴扬得很高 依旧高傲 邪逆她眼中的恶圣女 你还想当皇后不成 肯定不行 秦一宁道 湛王与彭九最不好受 被动参与进来 自然见到了这场婆媳间的战斗 无论开口说什么都不合适 待在这里浑身不自在 星光点点 婚礼持续的时间不算短 主要是两代圣女的战斗比较激烈 几个男人很自觉地闭嘴 在那里饮酒 浩尔 带你媳妇去洞房 早点给我生出一个孙儿来 显然 秦一宁再次遭遇杀敌一千 自损八百的惨烈状况 同样 月蝉也是脸色难看 一番唇枪舌战下来 她也被气得不轻 最为让她害怕的是 关键时刻来临 她的脸一下子雪白了 秦前辈 我向你道歉 结束这一切把月蝉服软 秦一宁露出满足的笑容 点了点头 而后对石浩道 浩尔 还不快将你媳妇带走 秦一宁 你就不怕进入上界 被我补天教清算吗 月蝉脸色大变 不怕 到时候他们一定会很欢喜 得到一个天资盖世的外孙 秦一宁微笑 烛光摇曳 大红灯笼在外垂挂 洞房内喜气洋洋 只是这殿宇过于寂静 此时只有一对新人 并未有压疾服饰 被送到洞房后 月蝉仙子难以宁静 真是怕了 坐在那里 谨慎戒备住 哀 惆怅 十号坐在浴室桌旁 独自饮酒 在那里孤农 月蝉竖住耳朵 仔细听着 既紧张又不解 观察小时 大壮 二猛 批后他们的孩子 都会满地跑了 终于轮到我了吗 可是我哪有时间 照顾几个小东西 十号清雨 月蝉听得寒毛倒数 晶莹的肌肤上 起了一层小疙瘩 这混账在说什么 要生几个小东西 他一阵发毛 身为圣洁仙子 别说生娃 就是在这里坐上一夜 都感觉蒙兽亵渎 比杀了他还要难受 想一想那可怕场景 月蝉仙子 说话都不自然了 生平第一次这样失态 带有一种深深的距异 他说 让我们早生子嗣 一个不行 要三个以上 十号倒 月蝉眼睛睁得很大 不由自主倒退 并且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恶圣女太可恨了 这就是她的报复吗 坚决抵抗 你怎么不说话 十号问道 谁 谁要给你生 找别人去 月蝉脸上虽然光滑如玉 但却缺少血色 我跟你澄清 为什么找别人去 十号露出一色 你诚心的是吧 故意吓我 月蝉稍微镇静后 做出判断 这般说道 大喜的日子 我吓你干嘛 堂堂仙子傲视红尘 怎会有这样的想法 十号笑道 他招手 适宜月蝉过去 与他对饮 要喝交杯酒 月蝉自然不肯 将头扭向一旁 坐在床边不动 将他无视 喂 仙子你就这么喜欢床吗 稍微移步又如何 十号问道 月蝉仙子闻言 气得脸色通红 赤道 你乱说什么 谁喜欢床 如果可以 我想立刻离开 你不愿意过来 那我便到床头陪你 十号笑得很灿烂 可是这一切 看在十月蝉仙子眼中 却显得格外恐怖 感觉像是一个大魔头 在接近 他浑身寒毛倒数 顿时起身 道 你别动 我 过去 月光如水 从窗口倾泻而尽 两人对影 夜光杯散发 淫淫光浴 再加上皎洁的月光 将两人的容颜 映衬得很柔和 孩儿探娘 十号刚一开口 就被打断了 月蝉仙子实在气不过 哪有这样称呼的 别说她没有认可 就算是同意了这场婚礼 也不能直接那样称呼 娘子 十号换了另一个称呼 见她还是不理 而且在戒备 她不惊笑了 道 补天教的仙子 向来被世人尊敬 斩妖除魔 纵横百万里 傲视巴欲 而今怎么在一个 小小的洞房中 这般紧张 被她调笑 月蝉依旧紧张 很想揍她 小时 我们心平气和 坐下来商量一些事 月蝉调整呼吸 令自己平静下来 这样说道 我一直很平和 是你自己在紧张 不过 真是让我有些感动啊 没有想到 我在你心中这般重要 让你如此在意 十号脸皮很厚地说道 请你庄重一些 我要谈的事 很要紧 月蝉说道 十号立刻肃穆 很认真地看住她 道 确实要生三个 我娘回归后 第一次这样吩咐我 不能让她失望三个 月蝉尖叫 那就 两个吧 我自己做主 估计真的不能再少了 十号很严肃地说道 你 在说什么 谁和你生 我要跟你说的不是这些 你别打岔 月蝉发飙 气得脸色通红 这家伙绝对是故意的 不是你和我生吗 媳妇 你该不会身体有问题吧 没关系 我这里黄金叶 可以治好你 十号插科打混 你 月蝉气得扭头 你是我媳妇 当然你是和我生 十号不知何时 已经牵起她一只手 在月光下雪白晶莹 美若玉石 鲜袖而修长 月蝉修为被封 元神被震 神觉自然严重下降 没有看清十号如何动 就已经在牵着她的玉手了 她急忙抽出 神色变幻 美丽无瑕的脸上 写满了不安与复杂 感觉今日再解难逃 十号 你也要娶我 也不是不可以 太咬了咬银牙 竟忽然说出这样的话 注实让十号惊讶 你是认真的 她一直不怎么相信 月蝉最开始就温婉而对 这肯定是一个 充满战斗的过程 需要时间去解决一切 自然 只要你答应我一个条件 月光下 月蝉仙子格外的美丽 窗外一层青灰洒落在身上 绝是倾力 不答应 十号很坚决的回绝 不用想也知道 那条件多么的苛刻 再者 她何须去答应什么条件 你都不想听一听吗 对你无害 反而是一桩美式 月蝉说道 声音平静 我可不幸十号摇头 喝下一杯酒 站起身来 道 娘子 夜已深 我们该休息了 月蝉心头 碰碰跳个不停 难以平静 而且很明显 身上再次生出一层小疙瘩 紧张无比 道 我是想告诉你 如何捉到魔女 一 你说的是这个条件 十号双目 闪动别样的光彩 有些惊异 只要你将魔女也捉来 让她也伴在皇宫中 我便承认今日的婚礼 月蝉说道 美眸中光辉异 鲜艳的红唇 在月光下流动 获人光泽 十号微笑 这魔女得多招人恨 才能让月蝉 下这么大的决心 以此为条件 要让她来捉住啊 这两名女子 不愧是对手 都到了这番天地 月蝉仙子 还念念不忘 也想将魔女拖下水 要同甘共苦 怎么捉她 十号带着笑意询问 你答应啊 月蝉眸子中光彩点点 她自然希望能拖延时间 不答应 但我还是对周魔女 很感兴趣 要知道 在你的十海中 她可是想将 我也一起镇压 十号道 你没有诚意 月蝉扭过头 乌黑绣发披散 衣裙在吹进的夜风中飘舞 将身材衬托得无限美好 我很有诚意 我们是夫妻 你气恨魔女 我们现在商量 来如何镇压她 这不是很好吗 十号笑时 牙齿很白 月蝉回头 看住她 眉眸闪动 最后瞪着她 一语不发 娘子 今日我们有分歧不要紧 那么就明日在意 现在还是去安歇吧 十号笑容灿烂 第537章 良辰美景 仅此一个条件 你都不答应吗 月蝉说道 皎洁躯体发光 修为被封 她的肌肤 亦有晶莹光泽 这的条件很难达成 我想真要实现 最起码是许多年以后了吧 十号不为所动 此时此刻 月蝉带眉轻皱 她内心忐忑 这种超出自己掌控的感觉 很不好 在过去 从未这种体验 昔日 只要她出行 必然如众星捧月一般 无论走到哪里 都绝对是唯一的忠心 所有人都要理尽 今夜面对这样一道难关 她心中不安 想要避退 心中紧张到极点 她在苦思办法 娘子放松 十号取消 但也算是一种安慰 不知何时 今又拉住了她柔软的手 引她在玉石桌旁坐下 然后亲自倒酒 送到她雪白温润中的玉手中 自己一举杯 道 我们还没有喝娇杯酒 什么 月缠一惊 刚才神情恍惚 不断思寸 竟差点直接饮下 她顿时如临大敌 小心戒备 十号笑了 道 你平日可不这样 缥缈若仙 明慧空灵 这么紧张做什么 不就是生几个娃吗 比你苦修 而蜕变出主次两尊神胎 简单多了 人说夫妻同心同根 你连我第一次提出的愿望 都不能满足 如何让我清新 月缠说道 说话间 月缠眉心发光 一股神圣气息弥漫 彭腐有一尊神奇在复苏 让她通体接透量 更是有一股体香 十号赤精 宁神戒备 而后仔细探视 又放下心来 月缠在尝试冲开元神的封禁 但显然是徒劳的 她的尸海在发光 但是那个圣洁若神奇的女子 却不能动弹 只有些许圣光样出 只能让其机体更加动人而已 说夫妻同心 你却想恢复战力 要对我出手吗 十号笑道 月缠拢了拢秀发 肌肤上的光辉退去 她内心一叹 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吗 若是能动用神通 她肯定要立刻击出 好吧 我不求别的 只愿你捉住魔女月缠说道 十号惊疑 她这是在失落吗 别看她嘻嘻哈哈 却也一直在防备 因为补天教的仙子 太不简单了 叮 两支夜光杯碰在一起 发出清脆的响声 而后他们分别饮下 不久后 在十号切而不舍地坚持下 月缠皱着眉头 浑身起了一层小疙瘩 跟她交臂 喝下一杯美酒 我怎么觉得 喝下这杯酒 比让你突破为真神动难 十号说道 并且第一次怀疑 自己是否真相一头太古凶兽 她明显可以感觉到 月缠那是在咬牙 跟她饮下这杯酒时 寒毛根根倒数 就像是在面对一个大魔头般 想我天纵神武 英雄盖世 今夜居然成婚了 唉 真是迷惘与惆怅啊 十号故作深沉的叹气 你这么自恋 脸皮又这么厚 可以考虑不成婚 月缠之道 今晚多半再见难逃 便渐渐放开 不太忌惮了 十号忽然笑了 道 仇敌成为媳妇 今后我们是怎样一种关系呢 在接下来的岁月里 我们是争斗 还是香茹以沫 月缠撇嘴 洁白晶莹的肌肤如浴室般 转过身去 表明了姿态 十号哑然 然后笑道 那就意味住两种关系都错了 就换成是另一种关系吧 成为孩儿她娘你 月缠依旧没有转身 秀发飘舞 身子曼妙 背对住她 道 你若放我走 我们可以成为一生的朋友 不然那就是敌手 没关系 让敌手成为媳妇 这样争斗一生 最终慢慢征服 我觉得是一种充满成就感的挑战 十号道 在说这些话时 精气神十足 眼中神光战战 月缠哼了一声 表示不屑 十号哈哈大笑道 别的不说 今夜不早了 我们该休息了 说是安歇 这自然依旧是一场争执 还有小规模的战斗 月光朦胧 两人针锋相对 很长时间后 才并肩倒在床榻上 十号揽过她的躯体 很不客气 月缠仙子则对她不假辞色 在这洞房夜 净显庄严与神圣 不予理会 喂 你这么严肃 是洞房花竹夜吗 我怎么觉得 你像是上了战场 十号问道 抚摸她柔软的秀发 别碰我 月缠转身 十号忽然发现 她在暗自送真经 使她自身分心 投入到经文的世界 故此月发显得庄严与神圣 她雅然无语 这个洞房花竹夜 还真是有些让人无言 新娘子跟一个圣徒般 此时努力使心神超脱出去 月缠 你对魔女念念不忘 我们慢慢谈 如何镇压她 经此一说 月缠果然不能将心神 寄托经文中 回过神来 呀 她历史惊叫 因为一群半解 雪白肌肤露在外面不少 回到现实中 不再神圣 她难以自意 一阵悸动 尤其是 一只手在她雪白的背上滑过 令她感觉一阵难堪 这是从未有之经历 你说我们这样像什么 十号的手掌 在她一条晶莹的手臂上俯过 这样问道 月缠修脑 这家伙太不厚道了 这种情况下 还在调侃她吗 她磨动背齿 忽然张口 向住十号直接咬去 喂 喂 喂 你咬不动 当心伤到自己 十号说道 大方地给了她一个尖头 银牙磨动 月缠结白的的背齿 咬在她的尖头 十分用力 但是对于十号来说 一点都不痛 因为肉身无双 而且 她不得不收敛神力 不然还真怕伤到身边的仙子 疼死了 清点 十号说道 你 月缠气急 怎么都觉得 这家伙有点缺德 这种语气 四在故意调戏她呢 她极度紧张 道 我们来谈一谈 如何捉摸女儿 一双手扶过她的秀法 而脸庞与她相对 竟在咫尺 凑了上来 你 下一刻 月缠鲜艳的红唇 被堵上 说不出话来 月缠用力一推 睁大了眼睛 这 刚才的经历 让她羞愤 心中砰砰剧烈 跳个不停 十号躺在一旁 四在回味 唇齿流香 而后又转过头看她 手臂一盏 俯过她如像牙般 洁白晶莹的躯体 笨 不对 十号突然起身 让月缠也一惊 赶紧拉上 那解开与脱落的衣裙 无比紧张 十号神爵敏锐 感觉远方 有一股微不可查的波动 她十分警觉 怎会如此 吊虎离山之际吗 十号自语 并没有独自起身 而是拥着月缠 一起轻盈地 从窗口月出 追寻而去 很快 她见到了一个女子的身影 坐在一座 宏伟的宫阙上 正在对月轻一眉酒 十号愕然 紧张进去 但是又无比尴尬 怎么会是 老娘 娘亲你 她有点不解 秦怡宁很淡定 道 娘怕你吃亏 越漂亮的女子越危险 尤其是圣女 十号发呆 很快又醒悟过来 秦怡宁的确是有点不放心 怕月缠有什么手段 故此深夜出行 守在远处 怕她出什么问题 十号哭笑不得 而且发现 老娘也似乎 有点不好意思了 不过却还在强忍住 装作淡定 至于月缠 则无比羞愤 翘脸一阵红 一阵白 咬牙切齿道 恶圣女 你太过分了 天气不错 我赏完星辰 该回去睡了 秦怡宁强 自保持镇定 飘然而去 事实上 天空中不知何时 已经出现一朵乌云 连月光都被遮住了 哪有什么星辰 可恶 月缠气愤 她衣衫不整 甚至大片雪白的肌肤 都露在外面 那个女人 是故意来看她笑话的吗 显然 婆媳之战将来还得上演 喂 那是咱娘 注意语气 十号说道 警报解除 十号抬头看天 望向那朵乌云 又看向远方的天际 没有发现什么 再次浮现笑容 道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 我们还是珍惜 如此良辰美景吧 你 月缠仙子脸色通红 十号揽着她 轻飘飘地 在夜色中迈步 很快补天教仙子的红唇 又被堵住了 他们重回到了心房 小时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什么秘密 十号自然不会相信 主神会来 月缠说道 什么 十号真的有点惊讶 你想不想将将她捉到 月缠问道 十号摇头 道 你在乱说什么 她不信这种话语 我不是乱语 月缠认真说道 第五百三十八章主身 我可不相信 十号笑语 手掌在她雪白的脊背上划过 让她倍感无言与失败的是 柔华四绸缎般的精英肌肤上 很快出现一粒粒小凸起 起了一层小疙瘩 此时月缠寒毛倒树 觉得像是蛇虫爬过 浑身不自在 一把拍开她 道 我所说的是真的不用这么打击人吧 十号不满 轻抚她乌黑光亮的秀法 道 想我天纵神武 英姿盖世 在你眼中竟这么的不堪 只要碰你一下 你便浑身起鸡皮疙瘩 不可饶恕 我说真话时 为什么你总是不相信呢 月缠大眼眨洞 意义生辉 洁白而美丽的面庞上 有一种让人难以抗拒 神圣光泽 十号醋眉 道 那你说 我听着 分明是你的主身 你们同为一体 为何要告诉我这些 在说这些话语时 她也在认真思量 判断她所说是真是假 这是在威吓 从而故意拖延时间吧 月光消失 天空中的乌云更浓了 笼罩黄都 天地间漆黑一片 连带住心房中 也黑暗了下来 因为蜡烛已熄 不过 十号双目中神光战战 依旧可以看清一切 深判这具雪白的躯体 越发显得美丽 朦胧而晶莹 她是她 我是我 在分成两具神胎后 我们不可能真的还始终如一 最起码在回归前 还是有区别的月缠说道 再怎么说你们也是一人 你会背叛主身 从而真正地投向我 十号吃笑 根本不幸 而且很顽劣地 夹住一只晶莹的耳朵 使之在那里变化形状 月缠啪的一声 拍在那只手上 美丽的面庞上 有两朵红韵 带着懊恼 还有一种羞愤 简直想将她的手切掉 她是补天教的仙子 便是在上界也贵不可言 来历惊人 再是人眼中神圣无瑕 不容亵渎 可却被她摆弄无瑕的耳朵 这样随意地捏揉 实在可恼可恨 十号一笑 不以为意 倒也没有进逼 问道 就这些 说服力还不够啊 我担心她会来杀我 月缠说出这样一句话 要杀也是来杀我 怎会针对你 就你倒还差不多 十号露出一色 心中在默默思量 动了一些念头 并未荡成虚言 若杀你不成 多半会是主将我斩掉 从而解决了所有问题 月缠道 目中闪动一种很亮的光彩 机体崩得有些紧 主身与刺身 都是真正的血肉之躯 皆为神胎 只需有一人活着 便可以再造出 另一具无暇神体 前提是 主身与刺身 必须有一人 先陨落掉 不然无法造出 第三具先驱 放松 别紧张 她不敢出现 也不会这么巧 在今日来 退一万步说 便是她有这种气魄 也是要先对付我 你是我媳妇 我会保护好 你的十号取消 并且 她很热忱 安慰她 结果让月缠 一下子更紧张了 身体绷紧 简直像是一块 杨枝玉石般 唉 我真失败 跟娘子洞房 却总是让她 如对蛇蝎 诚心打击 我的信心 是吧 想我这么的 天动神资 你怎能有如此反应 十号故作愤懑状 你有没有 在听我说话 月缠 吹弹欲破的 翘脸上 腾起红霞 更有一股脑溢 不断被亵渎 却难以扭转局面 她暗中咬牙切齿 我在听 你说吧 最好一次性都说完 长夜虽漫漫 但这样单的良辰美景 也算是对生命的 一种挥霍啊 十号很放松地说道 忽然 一股激动涌上心头 让她的身体 如同月缠般绷紧 双目射中灿烂神芒 如两盏灯般 照亮整座电宇 月缠心中一惊 小时此刻的样子 凌厉无比 如同一尊少年战神 整具躯体 都在散发黄金光 强大而惊人 下一刻 十号已经如鳞猫般跃起 来到窗边 迎着夜风 一头乌黑的发丝披散 仰望着那苍穹 道 要下雨了吗 乌云压得越来越低 让人感觉到一股沉闷 心中压抑 轰 突然 闪电划过天空 波动剧烈 神能惊人 十号瞳孔急昼收缩 盯着长空 这闪电很诡异 没有横向披舞 也无弧度 而是全都树直垂落下来 光束通天 璀璨夺目 惊人之急 皇宫内 一些强大的侍卫 有所觉 全都获得仰头 从未见过 这么妖异的闪电 怎么会是树直而降 是允星 有人大叫 宁静的深夜 被这喊声滑破 很多人惊醒 所有侍卫都如临大敌 这是难以想象的 一场天灾 果然要下雨了 不过确是允星雨 十号眸光射人 看住夜空 这些陨石 从乌黑的云层上方垂直降落 速度太快了 光束如红 拉着长长的尾光 威势惊人 这种天灾 别说是一片皇宫 就是一座巨城 也要被击毁 化成废墟 甚至一方大帝都要呈现 成为截土 太密集了 允星一道接着一道 光束照亮夜空 贯通天上地下 非常的壮观 所有允星都集中向一地皇宫 没有一颗脱离轨迹 落到城外 这自然不是天地发木 而是人为操控 当真是恐怖无边 让尊者都要站立 明明是天威 可却在一个生灵的掌控下 足以震惊人间 这样的大杀劫可以抹杀掉无尽的生灵 她 居然真的来了 月产起身 顾不得露出的大片雪白肌肤 来到窗口 向天空中仰望 眸光闪动 这么说 你出事不过是敷衍我 并没有认定她一定回来 十号回头看着她 美丽的无一点瑕疵 你刚才与我周旋 当伐十号道 揽过其修长的玉体 在其鲜艳的红唇上吻了一口 月缠惊醒 美眸中有吃惊 也有慌乱 更有惊奇 情况危及到了这一步 她还这么镇定 敢如此 以后慢慢惩罚你 十号道 揽着她隐隐一窝的小蛮腰 并不松手 避免她真在今晚脱困 此时共看陨星雨 多少年来 从未有这么可怕的天灾 都集中向皇宫 陨石如大雨 清晰而下 光芒要天地 就是有神灵法阵 也要被击穿吧 月缠星惊 显然这场天灾准备充足 浩瀚神威简直不可抵挡 皇宫大乱 无数的惊呼声响起 所有人都感觉末日来临了一般 这个景象太吓人了 轰 终于 第一颗陨石降落 破道境前 撞在宏伟的天宫上方 爆发出绚烂的神灰 那种巨大的波动恐怖无边 这一刻 人们几进窒息 连心跳都快停止了 微能无量 印汉十国皇宫 惊天动地 不过那陨星触到天宫前 一下子炸开了 各种光与爆发 冲向四方 地动山摇 神灰无尽 耀眼的光将这里淹没 整片皇宫都在颤抖 没有击穿 许多人害怕的同时 一发出大叫声 每一座宫阙都发光 被各种古老的符号所笼罩 像是巨大的法器在复苏 他们上面镇刻着岁月的印记 更有法阵的纹落 陨石如铺 简直要蔑视一般 从那乌黑的云层上方不断坠落 红大无边 一道道白茫茫的光束 贯通天上地下 这种神威 人力简直无法抗衡 真要是被索困 尊者等都要化成结灰 唯一庆幸的是 十国皇宫的法阵防护住了 此刻并未被突破 一颗又一颗大星在虚空中炸开 化成璀璨光滑 皇宫内 众人欢呼 这天威虽然恐怖 足以毁灭大地上很多座巨城 但是此刻却被上古法阵挡住了 任那一道道通天光束落下 积在宫阙上方 但都暴碎 没有一颗能穿透进来 十号微眯眼睛 金光射人 若非从玄域回来后 立刻动用从不老山带回的大量神料 让打神时多不下几重神灵法阵 说不定这皇宫真要被攻破 天威无尽 一颗又一颗陨石被从天外召化而来 砸落向大地 很难想象那种能量多么的强大 就在这时 月蝉身体一颤 望向某一个方向 看住云层中的一点光运 十号抬头 神木如电 透过雨时雨 双目内光束惊人 见到了云层中的一道身影 他神字玉谷 被朦胧光辉笼罩 超然尘世上 像是一位神奇 在俯视着苍茫大地 他有一种神圣气息 比之月蝉还要浓 更为强大 似乎已经尽先 彻底与尘世隔绝 高高在上 看不见的他的真容 通体皆被光辉包裹 而这一刻 他也望来 俯视着十号 眸光点点 却无丝毫波动 十号知道 主身与次身离得过境 可以彼此交感 如为一体 看住那高高在上的圣洁身影 他露出一嘴雪白的下牙齿 灿来一笑 而后扭头 用嘴堵住了身边的 折仙子的红唇 第五百三十九章 战月禅 云层中 星辉被阻 陨石不断坠落 一道朦胧的身影 流动荧光 此时颤抖 他像是被人 从九天上击落 再也难以保持 那种清冷 还有超然 一瞬间 他的机体上鲜光暴涨 化成璀璨星河 环绕在周围 强大气息澎湃 无量符纹密布 包裹几身 他在此时切断了与下方的联系 让自己万法不沾身 神石内侍 观真我 宋仙经 令那颗悸动的心宁静 那种炽热的体验 可以说太糟糕了 与其出世的心不服 更与空灵气韵相冲 对于他来说 那短暂的片刻 像是穿行了地狱 他是哲仙子 高高在上 心中从不会有这种波澜 可是刚才却经历了这样一场 不可想象的机遇 道心震动 白衣飘动 符文灿烂 他被守护在天地中心 高丽云端上 有了一丝真怒 敢这样亵渎他 不可饶恕 努力尽心 恢复过来 他向下望去 那少年正对他笑 揽着月蝉 非常亲密 那是一种最直白的挑衅 在下方 威额的天宫前 两人相威 看住苍穹 那少年牙齿晶莹 似在回味芬芳 对他笑得过于灿烂 充满了别样的韵味 云端上 美丽的身影 真正的月蝉主身 越发清冷 洁白光辉洒落 飞向四方 他看起来 缥缈近乎画道 与先共存 然而 细看的话可以发现 他的瞳孔中 有点点神盲在养 这是哲仙的愤怒 没有呵斥 也无诅咒 只有一种强大的波动扩散 是 终于 他抬起手 在其周围 星辰浮现 密密麻麻 然后画成一条线 沿着他的纸端 飞向下方的皇宫 陨石成雨 其中一道光束 格外璀璨 那是数十上百颗 集中在一起所致 画成一道光束 沿着同样的轨迹 撞击而来 直指十号 这种一种耸人的手段 天空中的出尘女子台手间 星光凝聚 陨石成线 这样集中起来 轰击而下 威能无法揣测 陨石绽放 画成花朵 这是一片灿烂的芒 瞬息而已 皇宫剧烈抖动 若一场海啸 惊涛拍案 所有电雨都在发光 不断轰鸣 阵纹烙印虚空中 守护这片 自上古就存在的宫阙群 各种强大的符号发光 对抗天上的陨石攻击 瀑瀑声不绝于耳 很多陨星落下 与这法阵相撞 先后粉碎 流光滑过 炫目而惊人 同时也伴着可怕的波动 仅一瞬间而已 便有二三十颗陨星 落在同一座天宫前 不断轰在 铜皮片符纹上 造成的冲击难以想象 咔嚓声传来 这法阵裂开一道缝隙 后方连成一线的陨石 急速冲置 要突破大阵 将下方的少年轰杀 这是云层上 那个仙子的愤怒 虽没有呵斥 也无怒容 但是有效的行动 比什么都可怕 十号神色凝重 揽着月蝉 跃到一块高台上 直视高天 呛狼一声 拆音发出 他拔出金色的神灵法剑 摇指高天 一瞬间 皇宫内的龙气澎湃 全部集中向他手臂 化成无量蜜力 若海洋般浩荡 无穷无尽 十号手中的战剑 如一轮大日般破人 光滑如火 激烈燃烧 而后轰的一声 爆发出一道粗大的光束 射向高天 一颗又一颗陨石 被剑旗贯穿 于空中爆碎 霞光无穷 大石化成鸡粉 纷纷扬扬 宛若一场粉尘雨 接连十二颗陨星 虽发出无穷尽的光 但是落下时 都被这一箭斩落 于半空中炸开 与此同时 大阵隆隆 自行闭合 早先被破开的缝隙消失 此外 十号的头顶上方 出现一块宝印 浮纹闪耀 掌控整座皇宫 又激活了几层神阵 守护重地 十号持剑 咬指南天 剑锋所向 正对云层中的圣洁身影 锋芒毕露 是 一道剑光飞出 逆天而冲 化成一道龙形气柱 搅碎几颗陨石 直系到月产主身境前 杀气腾腾 那晶莹的躯体上方 有一蜜宝发光 加持在身上 而他自己意狠从容 伸出一指 晶莹剔透 若水晶般 点在那剑气上 波得一声清响 剑气炸开 在虚空中绽放 若烟花般美丽 而又短暂 他俯视下方 瞳孔内神灰荡漾 而十号 一剑指天穷 这是一种无声的对峙 两人虽然相隔很远 但是都感觉到了 彼此那股凛烈的杀气 浩尔 你没事吧 声音闪动 石子凌夫妇二人赶到 我没事 十号点头 神色正重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堂堂一国皇宫 被人这样堵上门来攻击 怎能不还手 秦英明看到了现状 他从空中挥了挥手 将神识据成遗数 传音道 儿媳 不得无理你这恶圣女 皇宫中 月蝉刺身最先反应过来 对他怨念极大 要是小塔在 就好了十号皱眉 寸许高的小塔 注视有强大的威慑力 可是去追魔女后 进一去不返 他消失快一天一夜了 怎么还不回来 十号一阵 他忽然觉得自己 太过依赖小塔 知晓他的威能后 似乎便少了一种紧迫感 没有了压力 外有敌人来犯 可是十号的心 却与此时一阵波动 有些走神 这绝不是一个小问题 最近太过倚仗外力 这样下去 让他的心 都会缺少那种 奋勇上进的动力 尤其是 他已知道 柳神要进 混沌深处的原始之门 而小塔也可能会离去 这很不妙 甚至说 非常糟糕 一旦他们都消失 他会适应吗 不能这样依赖 始终有所依仗 便会缺少忧患意识 我要变强 生在这天地间 终究是要开自己意外遭袭 小塔不在 却让他一下子 有了这般的警醒 这个问题不小 十号眸子中流转光滑 有生灭之气出现 他仔细凝视 姑量月产主身的战力 此女绝对了不得 比你还要厉害 他回头看着 敬前的家人 月产轻哼了一声 相对来说 现在的他 充满了朝气与生气 而云层上方那个 才是真正的出世 与境先 那种圣洁 以及傲然 是发自骨子中的 像是不属于人间 没有什么 能够动摇他的道心 十号有一种感应 那主身十分强大 再加上手持密宝 且借助可召唤陨石的法阵 当真立于不败之境 浩尔 你要去做什么 十子灵一惊 他发现十号准备冲上天空 去迎战 父亲请放心 我心里有数 十号道 他召唤来彭九 让他主持宫中各种法阵 而后冲销而上 十子灵夫妇都很担心 仰望天空 有些紧张 若非彭九苦苦相劝 他们必然要登天而上 在十号冲起时 还带着月蝉 背负在身后 一条符纹画长的绳索固定 一起来到了高空 在此过程中 陨石成片 不断砸来 可是他施展昆蓬法 逐一避过 迅速立身在了云端 与那朦胧身影对峙 云层上 陨石密密麻麻 全部陈列在那道 绝力身影的背后 那是一座巨大的法阵 从天外召唤来的部分巨石 更多的是荒域的一些山峰 他果然准备充足 十号簇 怎么会这么巧 魔女刚走 小塔追去 而后月蝉主身就到了 还如此的强大 他跟你容貌不一样吗 十号询问背上 那妙体温软的女子 月蝉刺身不达 也在看住对面 眼中霞灰战战 两者这么近距离内 又有了莫名的感应 十号淡淡一笑 背住他 在虚空中迈步 仔细打量前方 云层上 月光如水 洒落下来 前方的女子素淡朦胧 分明近在咫尺 却又庞佛远在九天上 给人飘渺空灵 永远无法接近的感觉 他太过出世 那种轻力 那种淡然 不属于人间 月蝉 你是来闹洞房的吗 十号开口 直视他 话语平静 极句挑衅 道 闹自己的洞房 感觉一定很特别 把对面的仙子听听玉立 嗓音如天籁般动听 道 我心向道 心静若明月 他的声音很清和 若先阴斑 且让人如暮春风 明白地告诉十号 这样的挑衅 难以乱他心绪 十号持剑 道 仙子风采过人 气度非凡 既然这样超然 不如去皇宫一坐如何 我们把九言欢 对月畅谈 在朦胧的光韵中 那条飘渺而修长的躯体 散发盈盈光辉 他淡然一笑 道 我是来杀你的 可惜 你难如意不试过 怎能知道 神月高悬 斩你问道 明我道心 清冷的月夜下 他身上出现一层薄烟 祥和而神圣 越发飘渺灵动 一股莫大的危险 浮现十号星头 他知道这个女人十分可怕 强得离谱 不灭金身战衣 早已附在身上 闪烁乌金光泽 人黄宝印一旋在头上 落下一缕缕容器 十号战役一起 是 月缠仙子主身抢先出手 一只点出 竟是万道剑芒 每一道都通透如水晶 蕴含着强大的神意 这一战 就如此的爆发了 两人都没有什么过多的言语 剑气如虹 贯冲消汗 瞬间而已 他们已经交手千百次 宝树分成 不时冲天而上 让明月都黯然失色 唯有两道身影 化作不朽的光 激烈交锋 神通横空 不断绽放 是 两人交错而过 那圣洁仙子体内 冲出一道火红的仙皇 清灵斩翅 赤霞艳丽 斩过虚空 绝世无匹 笨 十号避过 但是却吃了一惊 这凤凤凰翁翔 势与横积 最主要的目的 竟然是要斩杀 他背上的月蝉 还好 昆蓬法无双 急速避过 让背后的家人 避过死劫 你 对我出手 放弃了我 月蝉银白的俏脸上 写满金融 有伤感也有愤怒 他神色变换不定 最后美丽的脸庞 恢复宁静 非常果断 趴在十号的背上 在他耳畔轻语 道 我帮你捉他 好 十号只说了这样一个字 在他身上 利捏了一把 让他一声惊叫 这么近的距离 便是那超然尘世上的 月蝉主身 尽量斩断了 与刺身的联系也不行 还是能够清晰地感应到 在这一刻 他身体一僵 感觉一阵难言的难受 再次被亵渎 他急速倒退 是 剑光横空 十号杀志 并且有金氏宝术祭出 向前镇压 第五百四十章 一身两面 月蝉主身遭惊扰 道心有侠 心绪波动 此时十号这般勇猛杀来 让他顿时陷入险境 是 剑气如虹 纵横激荡 到了十号这种境界 一剑挥出 可令长空沸腾 月蝉倒退 张口清笑 满头绣发舞动 浑身每一寸机体都发光 绽放锐霞 符号冲出 画成一面盾牌 在蒸蒸声中 剑气飞舞 每一道都若闪电般刺目 全都积在那由符文化成的盾牌上 晶莹的裂痕出现 这神符盾牌仓促显化 难挡无匹剑气 很快他就被切裂 化成光辉 溃散在虚空中 一些剑气划过 月蝉主身的秀发被斩落一些 分舞于空中 并且有一些剑气 展向齐雪白的景象与脸颊 锋芒刺目 在这一刻 他体表出现水波般的光运 密力流转 那冲天剑气竟被扭曲 从其脸颊一侧飞过 未能将他击穿 月蝉 你的脸皮可真厚 连剑气都难以切开 十号寒道 已冲到镜前 宝树绽放 神勇无敌 在他的拳头前 出现一头金翅神鸟 若黄金铸成 阳刚霸气 俯冲向前方那条美丽的身影 月蝉主身不断飞退 脸上有热流躺落 那倾国容颜上竟有一道伤口 终是被剑气伤到 几乎将他展开 一缕鲜血滑落 最为紧急关头 他动用了秘宝 护住几身 避过这一劫 轰 剑气的后方是十号的智强宝树 金色霞光绽放 淹没了这片天地 又杀到了镜前 月蝉主身失去先手 无比被动 在这种危机中很难扭转局面 他十分危险 忽然 一股火焰腾起 将神鸟淹没 在月蝉的身前出现一幅画卷 上面只画出一股火焰 可席卷天地 这一刻 整幅画卷燃烧 焚烧九重天 有一股质强的气息释放 十号进攻的脚步被阻 而月蝉则脱离战场 驾驭神火而行 出现在远空 那幅画燃烧 成为灰烬 一件十分强大的秘宝 就这样毁掉了 伴着十号的宝树 一同熄灭 消散虚空中 这一次交锋结束 两人相距足够远的距离 彼此对峙 清冷的月光洒落 月蝉主身朦胧 他用手抚向脸颊 阴白的而精致的面孔上 有一道伤口 鲜血还在躺 他眸光闪动 此情此景 如此绝带家人 看起来有些凄迷 好厚的脸皮 以通天见气 都只能展开一点 佩服 十号业余 从出道至今 这是月蝉主身 第一次负伤 并躺下血迹 他让自己恢复宁静 身体发光 一股神圣气息弥漫 波动越发强大 斩你行神 明我道星 月蝉主身清雨 欲知轻轻一抹 脸上的伤口愈合 双目中光彩绽放 一条偶臂抬起 龙影浮现 显然 他动了真怒 在其体外 一条真龙昂首 环绕着他 既在保护他真身 又在准备进攻 这是龙族的攻击神通 可惜你难以如愿 十号说道 并且与身后的月蝉 此身交流 道 想当仙子 都要这么皮厚心黑 兼无情吗 身后的丽人哼了一声 这不是要再讽刺他吗 十号背住月蝉的此身 为了刺激对面的仙子 手脚自然不会老实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 那主身上道光 一缕缕的绽放 不为所动 甚至 小时很顽劣地捏了捏 月蝉此身的穷鼻 放肆调戏 对面的仙子都平静无比 气息越发盛洁 而且体外的真龙力量 不断暴涨 十号皱眉 郑重起来 浑身被黑雾覆盖 在其身后大海无量 太阴之力狂勇 一条昆鱼浮现 震射前方 不出手则已 若然再战 两者间必然要爆发 最强力量 很可能会绝出生死 嗡的一声 这虚空似一幅画卷在抖动 两者间爆发灿烂的神光 大展开启 对面 一条真龙环绕月蝉 体魄凝石 鳞片发光 龙爪森然 昂首冲来 头上双脚晶莹 各种浮光绽放 十号的周围 黑色的汪洋起伏 一条黑色的大鱼跃起 画成金色神棚 张开巨爪 俯冲而去 迎向真龙 古有传言 大鹏每日都要食龙 无龙不欢 十号选择此树 正是为了克制 轰 天崩地裂 金色的鹏爪与真龙的巨爪相撞 两者都矩阵不已 攻击力再次进进来说 举世无比 这是一次可怕的大碰撞 虚空扭曲 真龙摇头摆尾 鹏鸟则震齿而鸣 在两者间 神力滔滔 符文燃烧 毁灭之光不断地爆发 这是太古至强宝树的碰撞 足以惊世 一生龙吟 那条真龙翻飞了出去 身上堂血 鳞片脱落不少 而这一边 金色的鹏鸟一哀鸣 羽毛纷飞 血光闪耀 亮呛后退 同在太古石胸内 这两种宝树 第一次在京市大对决 若是被外人见到 一定会震惊 笨 鹏鸟所食的龙 其实为大蛇 并非真龙 这样克制不了 十号的背上 月蝉刺身在他耳畔轻语 朴气如蓝 轰隆隆 十号的身后 浮现一轮大日 鹏鸟化成璀璨金色光团 太阳神力暴涨 遮拢天地 而在十号的脚下 则是黑海浩荡 昆鱼百尾 太阴之惊汹涌 一上一下 构筑阴阳 二气相合 这个地方犹若在开天 爆发出最为可怕的波动 十号向前冲去 进行驿站 月蝉的主身 被洁白光辉笼罩 圣洁而飘渺 此时体外的真龙王手 吸引诸天星辰之力 聚集无上秘力 每一片龙铃都对应一颗大星 漫天星斗 各自坠落一道光束 与这真龙相通 让它绽放不朽神光 它凝聚诸天星辰之力 这种景象过于恐怖 十号精益 难怪有部分人认为 但以攻击力来论 真龙宝树 也许可排在最前 果然有一定的道理 轰 这一次的撞击宛若在开天辟地 天穷抖动 无穷的神灰洒落 茫茫无边 它的真龙宝树不完整 下一步即将有缺 并不连贯 快向左脉步 攻真龙腹部 月蝉刺身浮在十号的背上指点 十号眸光闪动 向前攻去 昆蓬在变 哎呀 错过了绝好的机会 你怎么不听我言 让它补上了那处缺陷 真龙宝树连贯了起来 月蝉刺身遗憾摇头 昆蓬扑击 与真龙再撞 又是无量光爆发 这次横移 击真龙头颅 月蝉刺身再次开口 十号眸光闪动 一言而行 能量爆发到极尽 果然在那真龙回首时 出现瑕疵 防御不足 被昆蓬冲了进去 轰 月蝉真身俱阵 满头发丝凌乱 阴白的翘脸上浮现血色 接连遭受轰击 一头昆蓬几乎压在了他的身上 他十分被动 连雪白衣裙都破碎不堪 露出修长雪白的双腿 大片晶莹的肌肤闪烁 差点遭劫 真龙宝树有缺 传承并不完整 若是十号自己 急昆蓬法与之对决 自然也能够从这些破绽 攻进去 但却没这么快 月蝉主身 眸光如红 瞟了一眼十号背后的利影 杀气弥漫 看啥 我媳妇 你别乱打主意 十号说道 攻击更猛烈了 小心 他故意出真龙宝树 留下破绽 想引你入既定的杀局 十号的背后 月蝉刺身轻语 吐气芬芳 不过 在这瞬息万变的战局中 他的声音无法快过 接下来的变化 月蝉主身前方 真龙昂首 守护其身 与此同时 他的体内冲起无穷的赤霞 一头不死神皇冲出 展翅翱翔 迎击昆蓬 龙凤合击 天地万物都要哀鸣 向左退 以太阴之力化解 容凤凰云真火 攻真龙之心 身后的月蝉教导 而这一次 也与十号的判断差不多 轰 在最为灿烂的光芒中 两道身影翻飞 不断进行厮杀 月蝉主身十分被动 因为对面有个叛徒 他目光深邃 几次针对刺身出手 神通无量 符文燃烧 这片虚空 都化成了神力的海洋 最了解他的人 自然是我月蝉 刺身轻语 神色复杂 放心 我会护你周全 日后让你成为主身 再退神胎 成为唯一十号许诺的 突然 在两者交错而过时 十号身体神光大胜 终于寻到最佳机会 既至尊骨 密密麻麻的符文出现 烙印虚空中 在其胸口 一个小人盘坐 迎送真经 有一种奇异的光芒扑出 无远伏见 神秘莫测 这种符文 逆着时间的河流 像是在追溯往西 全部作用在月蝉主身那里 将它笼罩 就要镇压 可以清晰地看到 它一下子便稚嫩了一两岁 而这种变化还将继续 不过 一道永恒的光划过长空 补天树横空 号称可以改变战局的逆天神通 此时释放 可以让施法者悔过一次 两种至尊术碰撞 剧烈争锋 笨 月蝉主身一惊 发现依旧受到了部分影响 在其头上 忽然浮现一个黄金小顶 垂落下朦胧光辉 阻挡轮回之力 轰 这是一件神秘的法器 遭遇轮回之力 并不破碎 相反更加璀璨了 一 我倒是让这口黄金顶明镜 透亮了一些 彭符恢复到了刚纪练完毕时 十号哑然 他知道 这顶来历绝对惊人 正是因为太过可怕 所以可硬汉轮回力 虽被轮回影响 但却更有生命力了 这口顶非常古老 是一件质宝 你寄出轮回力 它不需防御 反而可及你之力 更为年轻月蝉刺身在他耳畔说道 十号无言 遇到了一件古怪 而灵性十足的可怕法器 是 与此同时 补天树飞来 不仅可以让施法者可以悔过 同样也具有强大攻击力 号称能修补天地 轰 剧烈碰撞 十号以轮回力 残余浮光硬汉 两者猛烈冲击 大道不断轰鸣 在此过程中 月蝉的刺身几次开口 让那主身差点陷入绝境 眸光更为深邃了 你及我 何至于此 月蝉主身开口 月光洒落 衣裙破碎 露出的部分机体 若象牙般洁白 且体外有一层薄烟缭绕 既然为一人 为何要分主次 以你为主 自然有区别 而且 刚才你要斩我月蝉刺身说道 斩了你 是为解脱 你还能再生 月蝉主身平静地说道 再生 那还是我吗 月蝉刺身轻语 十号倾听 心有所悟 便是传说中的无上古法 也终究是有瑕疵的 在两句神态分离后 便不能始终如意了 隔绝契机 月蝉刺身传音 十号身体浮现光运 笼罩两人 避免他们的谈话 被对面的敌人听到 给我一点时间 我要推演 可以在今日帮你将它镇压 月蝉刺身的美丽面孔上 出现绝绝之色 有把握吗 十号问道 最了解我的人是我自己 我知道他的宝树 洞悉他的手段 能预料他的一切 月蝉刺身轻语 然后促没道 只需片刻时间而已 你我何力 今日他逃不了 我何力